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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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2 没理由 就要你做我女友 谁都没机会 就要占据你的心 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me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 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我 那认真不确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for 在你听完这首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再爱我都知道 我相信你 在你听完之间 都不想像你 那这首歌 在你一定使用 是你的独白 我还不会拒绝我 这首歌 是你 你一定要咱们放远啊 我给你送过来 你先走了 先走了 你 我不要乱放远 我找你 杨真真是个 我记住你 我的不明小说 让您记住 也真的是太给你 明天麻烦了 不好意思啊 您找我有事吗 装什么 不然你也就不聪明了 你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 想到了 想到了 猜到了一点点 这么说 你承认你黑微博是吗 这怎么能叫黑微博呢 我也就是 为了您的照好安全 帮您修改了一下账户密码 网络专家提醒您 每三个月 就要修改一次账户密码 新密码是六个六 您可以自己登上去 稍微修改一下 说完了 我先出来了 下来 这就完了 完了 你想得太冷了 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啊 你胆子挺大的 对我 对我使这种损伤吗 几百万人等我发微博爆料 现在就因为你 我变得言而无形 形象全都毁了 这事你怪不得怪你 不怪你怪谁 俗话说得好 我还来到和尚归年间 第一天上班 就开始给刘亦南献棋献策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生气气了 我一样可以让你走人 你真让我走啊 走 那我先走了 滚 对啊 对啊 凭什么呀 刘亦南也拿辞职来吓唬我 你也来吓唬我 你们两个大男人之间 有什么问题 自己面对面去解决就好了 像一个男人一样去战斗呀 刘亦南负责给我添堵 你负责搞笑什么 你们俩是这么方便的 就我知道你跟刘亦南之间有矛盾 那俗话说得好人与人之间就是有矛盾 对不对 我们遇到矛盾不要害怕矛盾 我们要去勇敢地面对矛盾 我也知道我 擅自修改你微博密码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那我跟你们道歉行不行 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事情 道歉都可以解决的 你也请为我的立场考虑一下好不好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一言不合就失去理智 要发微博 损害公司形象 损害个人形象 你不为别人考虑 也为自己的形象考虑 你不为别人考虑一下好不好 损人不利己 挖坑白自己的事情 你也要做嘛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高福帅 可以随意地为难别人抖击令耍骨 恶语伤人 特别是那些对你好的人 别在那恃宠儿 就要把别人的善意 当成别人怕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怕谁 要学会懂得尊重和珍惜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血 诚意识口舍之快 得一事伤心之悔 这事你妈没有教过你啊 你这么聪明的人 应该自己想得通这个道理 想谷不用重吹 快点 不用边催 好了 我说完了走了 再见 站住 世纪平 很疼死 来吧 喂 钱哥 怎么了 小旭 董事长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要是有空的话 就回来看看他吧 好啊 再见 他答应了 晚上回来吃饭 好 这个混蛋小子啊 想见他还得装病 好 董事长 那我先去交代一下 小旭 回来得很快嘛 你身体怎么了 你还知道回来看看啊 你还知道回来看看 我身体没事 你让钱哥给我等电话过来 也是 你少喝点酒吧 年纪也不小啊 爱惜一下自己身体行不行 我这身体啊 就靠这些酒在养着呢 你要是真关心我 你就经常回来看看 咱俩坐下来 聊一聊喝两杯 比什么都重要 我每天那么多通告呢 不过回来看看你呢 是可以的 喝酒喝酒算了吧 我知道 你现在闯到娱乐圈大半年了 也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绩 我出去跟别人谈事 别人都说 你有一个当个性的儿子 挺好的 有一些社会名声 以后你接了我的班 出去谈事去 比较方便 换个话题换一个 不能换个话题 我找你来就是跟你谈这件事情 以后你就得接我的班 小郑主席 你以后慢慢就习惯了 小子 权力对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跟你说实话吧 权力 金钱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浮云 我呢开开心心地做一个歌手 每天做着音乐唱着歌 挺好的 男人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哪能放在那个三尺的舞台上面 蹦蹦跳跳唱歌跳舞就算完了 把眼光放远 心胸变大一些 整个世界 都是你的舞台 你说我这每次一回来 你就把我当成这来神通灵的员工一样 一言不合就开事实大会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你走你的道 我走我的道 你说你干吗 老把我往你那儿拉 你说你老子还不够支持你 你自己是不是都忘了 你说要到美国去读商学院吗 我让你去了吧 可是你当着去你干什么呢 跟你帮黑人在一块儿唱什么黑 黑帕吧 上学院的毕业证吗 没了吧 上学的钱你花完了 可是你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飙车 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这条命可不是你的 那是老子给的 那我能不知道我这条命是你给我的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再说了 你要回到小时候 你早知道当初为什么 不让我去学音乐呢 当初就是我把你给宠坏了 所以你就干了音乐这一行 我要早知道是这样 在你有音乐小小萌芽的时候 我就把他给掐死 哪会有今天 不是 爸 我说你怎么就脑子转不过弯呢 来申通灵集团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事每天 都等着你去运筹帷幄呢 你老把心思放我身上干什么你这 你就让我去追寻一下 我自己的梦想不行吗 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梦想吗 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梦想 C帕就是我真正的梦想 我就是要把中国的音乐 让全世界都听到 怎么了 虽然用的时间会长一些 但是我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去做的话 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的某一天 明白吗 爸爸 不是黑帕吗 怎么又变成C帕了 我告诉你 我这完全是追随你的脚步 以你为榜样的 爸 你要论生意 我这辈子都超越不了你 爸 但如果你去让我追寻我的梦想 说不定我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实现它 你在玩几个月 春节过后你回来 好吧 接替你老爸的位置 学习当这个 莱森通灵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对你这主席不感兴趣 你今天把我叫回来 就是要让我崇拜你的是吗 莱森通灵几万个职工都崇拜我呢 我可以崇拜你 同样我也希望你能支持我 尊重我的选择 我说了 我要做的事情我不会放弃 今天没有选择 你听也得听 不听也得听 不能给你选择 外人不支持我就算了 你是我爸 你也不支持我 你血牙膏 我不想让你生气 走了 你就是这么走了 你说了我血牙膏 董事长 你别生气 我看小旭他现在过得挺好的 您就再让他自由一阵子吧 他是您儿子迟早会回来帮您的 我原谅你才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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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已经沉默 可我能感受得到 我原谅你才过错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梦想吗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没有经济基础 所有的梦想全是扯淡的 爷爷没有继承太爷爷的浴室生意 断了家族前生太可的秘密 所以你去拜师学艺一门行思想把珠宝生意做蛋 现在呢梦想实现了吗 你真以为陈天昊那个星红云乐 他是看出你的音乐才华 他看中的是你老爸口袋里的钱 男人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哪能放在那个三尺的舞台上面 我父母跳跳唱歌跳舞就算完了 把眼光放远 心胸变大一些 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舞台 新来的你挺悠闲的嘛 好玩吗 你一会儿去楼下大堂取个快递啊 取完送到办公室来 快去啊 推脚利索点啊 你好 雨琪姐的快递 您稍等 您好 您快递 谢谢 谢谢 干嘛呀你 您 你脸崩这么紧都能泥出水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别来公司吧 怎么不听话呢 你就这么不愿意见我是吧 不是 这是公共场合 人多扣子 可是我想你了 你这小姑娘太直接了 我老人家吃不消 我还小姑娘了 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是你逼我找上门来的 那来就来了 我们就谈公事 谈公事 陈总好 请 陈总好 陈总好 随便坐 我还是第一次来你办公室呢 不错啊 这就是你老婆啊 长得还可以 气质差了点 我觉得挺好的呀 今天去投资公司感觉如何 投资投资满脑的都是投资 公司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得上市 查账 补税 还有新的项目 这些都要钱呢 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点事还算事吗 外人以为我是人生赢家 但是没人了解我的苦处啊 你就是人生赢家 因为你有我 是是是 你最棒 所以呢 我想请问你 我觉得 公司最近势头还不错 要不趁这个黄金时期 赶快运作一下资金吧 郑伯旭那个有钱的爹呢 你花了这么多钱捧他儿子 他那个来神通灵 就没说给你主的儿子啊 他又不是我爹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给我钱 我知道你创业也不容易 所以呢 我把你的事情 当作头等大事 真的每天都放在心上的 我知道你最乖了 你最坏了 每天只知道拿好听的话 骗我帮你干活 我怎么敢骗你啊 不欺负我 就谢天谢地了 来 我今天去了趟花园 不过他们对星空娱乐 好像并不太感兴趣 因为他们觉得公司 没有很多一线的艺人 也没有经典的作品 对 那只是现在啊 郑伯旭有很好的基础 我一定会把它打造成 国内的一线 不是这样的 人家投资公司不听故事 只看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 看不出任何潜力啊 成熟的公司 谁都想投 我还想投苹果呢 投得进去吗 所以啦 这只是人家的一个 谈判条件而已 他怎么说你这么听呗 那你就直说吧 他们开的什么条件 他们呢 是想投百分之十五的资金 上市敲钟以后 按照增发后的资产 便百分之三十也过分 不可能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反应 我也这么觉得 可是我认为 他们只是一个 试探性的条件 可聊 我觉得不用聊了 这么没有诚意 怎么聊下去啊 随便你了 反正市场上 投资公司有很多 也不在意他这一个 所以呀 我得特别地拜托你 你想要什么礼物 尽管开口 真的 嗯 我想要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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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啊 如果我现在年轻 单身 没有结婚 我肯定给你拍个照 然后发到朋友圈 跟我的兄弟们炫耀 行 但是我结婚了 我还有个女儿 这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你 我谢谢你 但我配不上你 我拜托你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们约外面的咖啡厅 别来公司了 所以你这是在求我吗 我考虑一下 喝点水 为何是你 都是你 闭上眼睛 都是你 像只龙中鸟儿 对风着迷 为何是你 这么漏的歌 公司也要给博婿唱啊 现在口水歌泛滥 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 我也很无奈 立行公事吧 那么喜欢你 身不由己 每一秒钟的剧情里 全都是你 陈立正 主歌最后一句的尾音 老是拖不住 我之前跟你说过 在到处第三拍的时候 偷换口气 再试一遍 我唱歌的时候 能不能不打断我 你这样很影响我的情绪 但是你今天状态 也不够投入啊 公司给我这么一破口水歌 你让我怎么投入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你用你的方式 我重新把这歌演出另外一种风格来 那才能提前一个歌手真正的功力 这种垃圾歌我压根唱都不想唱 我听都不想听 不是我的风格 你想唱什么呀 很简单 你看 就这个歌的歌词 我把它改成 Rap C-POP的形式唱个一天 为何是你 为何是你 为什么喜欢你 这已经不会是你 好像魔法没办法很害怕你 突然离开我吧 一起着迷 因为你 一直让我身不有经意 我对你的爱 现在会让我先死地里 爱不该爱的人 明知道会很狼狈 这小子似的东西有点意合 我觉得还不错 行了 阿刚那歌再来一遍 还唱 得了 就这么着吧 来来来来 郑伯旭的新专辑我听了 唱得太一般了 不仅唱得一般 选歌也一般 那 郑伯旭是偶像歌手吗 他那歌粉丝喜欢就好 他再偶像也是一名歌手吧 不能这样降低自己的要求 那还是得慢慢来呀 这常然不是给他调呢吗 他肯定会进步的 但是再怎么着 也不能降低自己的水准 好了好了 我真的不想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了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让我头疼呢 我听说公司要来一名美女投资人是吧 什么美女不美女的 投资人就是投资人 别总是听别人胡说八道行吗 放松 面部肌肉放松 活到这样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的心思 是谁招你惹你了 是谁招你惹你了 要不我上个段子 逗逗你了 不用 今天就让我安静一会儿停 许哥 手表不错啊 很漂亮嘞 怎么了 心思还蛮重的啊 你还真是头脑简单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现实 现实就是 没有老子给你做后台 谁会把你当回事 杰森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唱会好好的听 好听啊 你都哄到京东联合国了 我侄女儿天天听你的歌曲 单曲循环就是听不够 哄不哄哄的都是浮语 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音乐 你会不会觉得 我是因为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才到今天 旭哥 你是最棒的 你这么有实力 怎么开始怀疑自己了 韩后蕊茶嫩白系列 卑鄙白嫩白不怕黑 怎么了 不好意思 旭哥 咱们再来一条吧 刚才这条呢非常棒 可就是字幕说错了 应该是 韩后茶蕊嫩白系列 不是蕊茶嫩白系列 哦 茶蕊茶蕊茶蕊 好 我知道 好嘞 好 来 准备 来 好 来 开机 好嘞 准备 三 二 一 韩后茶蕊嫩白系列 卑鄙白嫩白不怕黑 停 好 停 咱们换身衣服再买套吧 好 小姐 来了 齐哥 我这件衣服太大了 一点都不合身 不可能呀 我是按照尺寸改的 谁给你的尺寸 孙姐给我的尺寸 我是按照孙姐给我的尺寸 向韩后公关公司那边报的 我就说这个孙雨夕 她作为我的经纪人 连我的尺寸都搞不清楚 我每次需要她的时候 她都不在我身边 什么她干什么去了 是雨夕姐给错了 我没法拍几天 不行啊 旭哥 韩后这支电视台 下个月就要投放了 如果你现在不拍 那后面就没有时间拍了 我拍出来的东西 自己都不满意 广告商会喜欢吗 客户为什么会找我 不就是为了东西 拍出来能好看吗 旭哥 要不凑合凑合先拍了吧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两次 是什么吗 就是你刚刚说的凑合 不管是工作生活上 我都不喜欢凑合 要认真你明白吗 可是现在工作人员 都在外面等着 而且 想要知道 马上还要赶飞机 想想别的办法 你说你长得那么大 哥 你连个箱子都拿不好 干嘛 你长得那么大 好 旭哥 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我还约了几个客户 得去应酬一下 不送 小姐 你不许把旭哥帮我好啊 那我走了啊 再见 为什么房间那么大 两层楼啊 什么房型啊 总统套房 我是不是要的行政套房 我忘了跟你说了 这家酒店今天下午跟我通知 已经没有行政套房了 只剩下总统套房了 就是把我一个人 放这么大一房间里 我怎么住 我上二楼住还在一楼住 我用得过来嘛 我不住 可是雨琪姐都已经定了 而且这房不能退 而且都是公司花钱 你就住了吧 公司花的钱 公司花的钱不是钱 公司的钱就不能省 就必须得使劲花 是这个意思吧 你知道你这要什么吗 你这叫奢侈 我不住了 大夫呢 郑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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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们是音乐台的 可以采访你吗 听说你获得选秀节目的冠军 是有人在暗箱操作 行为这是真的吗 跟你有关 听说你是来生通灵的大公子 你的父亲是不是投了很多钱 你还来捧你啊 我们没有投资娱乐效果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 却不是这样的 你比我爸 还了解我们投资的状况 有证据拿出来 没证据就闭嘴 我们只是取出一个事实而已 你这个态度是不是心虚啊 就是啊 你的反应也太强烈了 是不是有什么内情啊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你的第一名是不是有什么内情 到底有什么内情 让你获得了选秀节目的冠军 你的老婆给你投了这个报道歉 你到底能不能投了这个报道歉 你到底能不能投了这个报道歉 我们解释一下 对 这个是不是有黑幕 对 这个是不是有黑幕 是我们的媒体不可以收入费物语 你怎么译 你们快点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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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去 旭哥 你 你没事吧 是 师哥 你怎么了 你身边了吗 其实要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 我不知道呀 酒店是你安排的 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真的不是我 你刚刚为什么不拦着机车 对不起啊 你别说对不起了 你除了会说对不起 还会说什么 对不起 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不好发脾气 姐 我跟小姐谈过了 她死活不肯再给郑过去当助理 宁可被开除 半年换了四个助理 小姐应该是干得最久的一个吧 她脾气好啊 忍了两个多月 你带的一人 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得给我个解释 那也不能怨我吧 那郑过去那么难伺候 我能坚持到今天 已经很不容忍了 别糊弄我 好事你就抢着露脸 麻烦事都推给助理 你以为我不知道 姐 那我得保护好自己啊 我并能引火超身啊 你说是不是 是 是你把助理当成防火墙了 那你说我要你来干吗 那还不是因为那些助理 一个个都不顶用 少来这套 你现在赶紧找个人 顶小姐的位子 经济部我问了个遍 谁都不肯去 你别看我啊 那我不能亲自去炸 我的吃喝拉撒吧 那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那你也得找个 合适的人选啊 我绝对有个人合适 谁 珍珍 经过公司领导的商议 我们决定让你做 郑伯旭的私人助理 我干不来 干不来的呢 我是启宣部的 启宣部 启宣部 经济部 那是一家啊 对不对 我们 你 戒掉 戒掉啊 我们都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啊 面试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会做好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希望我们能够给你 展示能力的机会 现在机会给到你了 你怎么就退缩了呢 对呀 你还告诉我要给我惊喜呢 别老想着给我改名 什么刘亦男刘亦女 干着正事 我告诉你啊 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我什么时候 我都给这个臭八怪 取得能不能叫老高 当然虐冲这样太不厉害了 安藤泰森 在这一边 真是宝宣的 这一场游戏 这一场游戏是一个友谊的资格 你们能看到 你怎么会有友谊的资格 你又来了 喝哪条吧 我在这儿打 怎么是你呢 小姐呢 我就要和你说呢 小姐辞职了 不干了 不干了 为什么 可能他不太适应这份工作的强度和难度吧 给我当个助理有什么难度 订个机票 订个酒店 买点饭 不是 这怎么又不干了 小姐 我们已经给你找新的助理了 又找新的 我已经换了多少个了 不多少 四个 你们换一个 我就要重新适应一个 好不容易适应好了一个 又给我换走了 那这也不能都怪我们吧 怪我 当然不能怪你了 那怪谁也不能怪你呢 都是这些助理太没用了 我们这次一定给你找一个特别能干 行吗 别生气了 奶茶呢 这儿呢 走 走 走 给 不是要蓝芳元吗 我很饿 我很困 我说我要个奶茶你都买不对 蓝芳元太远了 我没困过去买 你交费一下呢 上次我说新单曲想走唱歌风的事 你跟公司人说了没有 还没呢 但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不能同意 因为唱歌在国内收拾面太窄了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定下来我问你 我交给小简了 我让她去盯着 你看到现在她还没够回复呢 这种事情不应该交给助理去管吧 你是不是所有事情全部都扔给小简 什么事情都不管 所以她才走了 徐哥 你又开玩笑 你的事我可全都盯着呢 我不换助理 我觉得小简挺好 起码我让她给我买蓝芳元 她就给我买蓝芳元 她不会买垃圾食品来糊弄 可是小简她已经不干了呀 真是啊 这有那么可怕吗 终于不用接她的电话了 是我自己太没用了 姐 我觉得你挺努力的 真的吗 终于你别担心了 新助理已经给你找好了 很快就到的 又换了 我不管你这次找什么样的助理 换什么样的助理 我希望能是一个成绩一点 别老是在我实验完之后 又给我看 谢谢你啊 郁总 刘总 孙剑 她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夸过我 徐哥也说看见我就来气 他也来气 刘总就会说我不会办事 笨 而且孙剑还说 要不是因为我脾气好 早就不让我干了 你太过分了 哪有这样的助理啊 这就是去包吧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太没有能力了 又没有文匹 翻译又慢 最主要的是还不懂音乐 哪有啊 对 我听公司同事说了 不是 走过去太难做了 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坚持到现在 那已经很难得了 所以你别自责啊 谢谢你啊 杨真真 我跟你认识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我辞职全公司上下 他就你一个人请我吃饭 但是我告诉你 一定不要当许哥的助理 他这个人性格太古怪了 太难伺候了 你别哭了 我们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谢谢你 不客气 我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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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可是我需要你 好 我客气 不是 飞尔 今天先到这儿 出来吧 这有个星期 听了好几个 每一个满意 有没有去酒吧看看 现在酒吧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以前好歌手都扎堆在酒吧场 个领个里有天赋 现在歌团成名立万的这批 你说哪个没在酒吧场 现在呢 全玩选秀的 选秀可不行 黑幕太多了 都是在想着怎么秀 没有人专心在音乐本身 拼的就是那点粉丝 还有拼财力的 你说郑博恤 昌然 星空娱乐当初我们 最早创立的时候 是我们三个人 抱着对音乐的最纯粹的梦想 但是你看看现在 我们公司力捧的当红艺人 却是一个富二代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天昊作为公司总裁 可能看事情角度跟他不一样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现在这个环境下 能把公司做成这样 马上要上市 他也着实过了 你不愧是他好兄弟 敬畏他说话 公司盈利上市什么的我不懂 但是你也是做音乐的 你应该知道 音乐和内心 灵魂 是息息相关的 公司不能为了商业目的 一味地盈利 而生产出一堆精神垃圾来 你说得我懂 不管怎么样 在对待音乐这件事上 看来永远是一致的 你这么说我放心多了 他这个人性格太古怪了 太难伺候了 是你啊 嗯 我 刘亦南派来的 他让我来给你当助理 肯定进来吧 起初我也吓一跳 进来吧 等会儿 你看我就是一职场新人菜鸟 然后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 您呢现在是当红偶像 人气爆棚 需要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帮您打理所有的事情 显然我离你的要求还差太远 如果刘总问起来的话 我就说您不需要 我对我不太满意 如果他也问您的话 您也能够回答一下 我们统一下口径好不好 那就这样不打扰了 再见 站住 话还没说完吗 进来 把门关上 听你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你那意思是不想干这活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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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非常愿意干 只是我知道个人能力不急 所以就怕要耽误了 您的光明前程 这个不用你操心 我就问你一句话 愿不愿意干这个事 愿意 非常愿意 万分愿意 极其地愿意 只是全公司都抢破了头 都要不到的名额 莫名其妙 栽在我头上 我真的是非常荣幸 受宠不若惊 只是我知道 您对我不太满意 不是很想要啊 我很满意 什么 我说我对你很满意 不可能 我这么笨 本来呢 是不大可能 第一天上班黑我微博 拿话对我 刘亦南派一个菜鸟在我身边 不就是为了刁难我吗 是吧 按理说就应该让你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不过呢 刚刚听了你对我的 很有诚意的表白 我改变了主意 别呀 你还是好好想想 万一你以前是对的呢 不要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决定 就说你还懂点黑科技 盗国人QQ给你刷货流量呢 像一个山寨版的女黑客 就这一点证明你聪明 我还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有缺点没关系 可以慢慢改 你不懂的东西呢 我也可以交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我奉劝您还是好好想想 不要太冲动 我对助理没什么要求 话不要太多 不要打扰我 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我的行程 记得帮我安排好 对了 最主要的一点是 不要让狗仔盯上我 家里面的冰箱 记得随时帮我填满 差不多就这些 记住了吧 不不不 您再说一遍 这气都不带传一口的 我记不出这么多话一次性 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你走吧 咱再聊会儿啊 再聊会儿 行 聊一聊 你以后呢 会经常跟我出现在公共场所 你的这个造型 我看着都憋屈 注意一下你的形象管理行不行 要知道每个月我那么点工资 除了我的房租和吃饭以外 我就不剩几块钱了 的确买不起你们那些名牌 没人让你买名牌 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气质 细节 你一样都没有 而且啊 女人长得还不错 细皮嫩柔 有一种小镇女青年的气质 好像对自己很有自信 自信呢 遮白丑 你再看看你这个包 别人一定只会记住你这个包 记不住你这个人 记住以后不要用这种大色块 去吸引别人的眼球 你现在看起来就跟一圣诞树一样 知道吗 以后我慢慢敲 你 搞错没 您这毒蛇风格是不是也太扎心了 会影响您公众的形象吧 对了 少自拍 我估计那滤镜都不够你用的吧 你怎么知道 你偷看我朋友圈 我有那闲工夫 你的气质已经告诉我 你是一个自拍狂 你以后随便自拍没关系 只要不带到我 就没问题了 你可以走 这是钥匙跟反卡 以后你的门 那儿 把我们门 对我说谎 为何隐藏 都不重要 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世界 很冷 很远 很冷 很冷 想念从前你遭遇了 我只想你的双手 一直让我抓着 我们的温暖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知道吗 想念从前你的忆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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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现在能做的只能为你祈祷着 想念从前你的忆虑 为什么喷不到 就会面对不了